英国凯特王妃的安危牵动着全球人民的心 近日,有网友发布了自己在商店偶遇凯特与威廉购物时的照片 照片中的威廉和凯特艺人提着一个购物袋 看起来步伐轻松,神态自然 照片已经公布,不仅中国网友产生了怀疑 全球范围内的网民都认为 照片中的女性完全不像凯特,更像是凯特的替身 而且视频竟然这么糊 要知道拍摄者距离威廉与凯特并不远 以现在的手机像素都难糊到这种地步 网友指出了照片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 首先,凯特最近刚刚病院 看起来瘦了十几斤 威廉会舍得让他提购物袋吗? 其次,照片中凯特的身材太好了 但是凯特王妃的真实身材是55分 从来就没有大长腿 最后,网友发现照片中凯特的耳朵 与凯特王妃的耳朵不太符合 如果说,一个人生病前后的五官会有变化 那么耳朵总不会变吧 网友对照片中的凯特进行了AI复原 发现该女子的五官跟凯特王妃没有一点关系 此外,一些网友还挖掘出了凯特最著名的三个替身 排名第三的是卡米拉王后的贴身侍从 尽管这位女侍从的长相并不像凯特 但由于她更多地接触到凯特 因此对凯特的观察更为细致 只需遮住眼睛 她的相似度就能达到六成 有人甚至认为之前曝光的凯特开车照片 实际上是这位女士从在假扮 以蒙骗大众 还有一些网友认为 这可能是卡米拉王后故意培养一个凯特的替身 以备不时之需 排名第二的是克里斯蒂娜 同样在2011年 威廉和凯特大婚时 律师克里斯蒂娜被指与凯特王妃相像 她表示 因为长相类似凯特 经常会被认错 克里斯蒂娜将这种相似视为一种赞美 如果我必须像某个人的话 那么像她 凯特 再合适不过了 2014年 克里斯蒂娜决定放弃律师的职业 专心从事凯特的模仿 她表示会模仿凯特的面部表情和特殊习惯 尽管克里斯蒂娜有些口急 但她并不介意 并且认为人们可能会对王妃口吃的特点感兴趣 最令人蓬富的是 她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个像威廉王子的男士做伴侣 然而 与第一名相比 克里斯蒂娜的模仿还略显不足 主要是由于她皮肤较为苍白 看上去也比凯特年轻得多 总的来说 克里斯蒂娜已经十分省似 足以迷惑那些面部识别不够敏锐的外国人 第一名是网红海帝 2011年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大婚 与此同时 一位名叫海帝的服务员被发现与凯特王妃极为相似 若穿上同一套衣服 他们几乎难以分辨 然而细心观察会发现凯特王妃的眼睛是灰色的 而海帝的则是天蓝色 尽管有着这些微小的不同 海帝并未因此停止追求专业模仿凯特王妃的道路 她从微笑到发型 都在积极模仿凯特王妃本事服务员的她 也被锻炼得越来越贵气 成为网红后 海帝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邀约 许多公司邀请她参加各种派对和剪彩活动 收获了丰厚的报酬 然而 与此同时 海帝也收到了许多求爱信息 甚至遭遇了死亡威胁 模仿凯特王妃是一把双刃剑 但海帝依然坚持下去 她也被认为是最像凯特王妃的模仿者之一 英国王室三次发布照片 一次是用AI合成的亲子照 一次是车里戴着墨镜的照片 还有一次就是模糊不清的购物照 可每一次都引起了广泛的怀疑 也因此英国王室的种种传闻和猜测 占据了各大新闻媒体的热门榜单 话题中心主要是围绕凯特王妃的消失 和凯特王妃与威廉王子的婚姻被小三插足 而插足凯特婚姻的小三被疤之后 竟发现顶尖名媛奢米生活 竟靠中国大清皇朝 威廉王子的非文情人 罗斯和伯利又被称为乔蒙德利侯爵夫人 与凯特王妃不同 罗斯出生于显赫的家族 其族母和外族母均为贵族出生 她的外族母曾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与菲利普亲王的婚礼上担任伴娘 这种关系显示出她的高贵身份 与女王的联系也十分密切 此外 罗斯的父母也是贵族 因此 她从小就与皇室成员有着密切的联系 她与威廉王子和小哈里王子一同度过童年 年龄与威廉王子相近 可以说是两小无猜的青梅竹马 威廉曾对罗斯情有独钟 并积极追求她 但年轻的罗斯却未能对威廉产生兴趣 而是钟情于财富雄厚的年长者 19岁时 她结识了比自己大23岁的大卫 乔蒙德利侯爵 或者是英国著名的富豪 来自世袭贵族家族 拥有比王室还多的土地和房产 可以说 罗斯的丈夫比威廉王子身价还要高 乔蒙德利家族的庄园位于诺福克郡的霍顿庄园和乔蒙德利城堡 或者占地7500英亩 约3000公顷 位于柴郡马尔帕斯附近 根据2008年 星期日《泰晤士报》 富豪榜 乔蒙德利的净资产估计约为6000万英镑 主要得益于她所继承的土地 然而 令人气愤的是乔蒙德利家族财富的最初来源竟然是通过鸦片贸易和文物掠夺 大卫 乔蒙德利的祖父与杀逊家族的西比尔杀逊成婚 18世纪时 杀逊家族是全球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其财富主要来自鸦片贸易 两个家族的联姻使乔蒙德利家族从杀逊家族获得了大量财富 杀逊家族创立的大卫 杀逊公司主导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鸦片贸易 在清朝时期 大量令人上瘾的鸦片流入中国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可以说 杀逊家族的财富就是建立在无数中国人倾家荡产 甚至丧失生命的基础上 随着林泽徐的虎门硝烟行动 英国政府于1840年 道光20年 以林泽徐的虎门硝烟等事件为借口 发动了清华战争 最终 清华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各地告终 双方签订了 南京条约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自此以后 其他西方列强纷纷效仿英国 加入了掠夺中国的行列 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国力不强 中国成了这些列强轻易掠夺的对象 因此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火烧园明园和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 无数珍贵的国宝和财富被洗劫一空 而罗斯和伯利和他的丈夫居住在霍顿庄园 这座豪华住宅内承设着大量东方文物 而这些文物的来源正是来自中国的掠夺 据传闻 霍顿庄园还设有一个中国风格的客厅 陈列着他们家族从清朝中国掠夺而来的古董文物 最近罗斯晒出的运渡照中 可以看到他依偎在沙发上 而背后显眼的是中国的古董屏风 他们聚会吃饭的饭厅中摆放着中国双龙黑漆大柜等东方文物 然而 这些被掠夺的文物竟然被他们当作炫耀财富的道具 频繁出现在他们的照片中 作为侵略者的战利品来炫耀 在这样的背景下 罗斯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卡米拉 而威廉王子是否会重演查尔斯的角色 让人们不禁感到担忧 随着凯特王妃的失踪 她的两个儿子和小公主夏洛特也没有公开露面 夏洛特公主因为她与奶奶伊丽莎白女王相似的容貌和气质 而被称为迷你版女王 深受英国民众的喜爱 然而 她的安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甚至有传言称她为了救妈妈而失踪 在搜索凯特和夏洛特公主的个人简介时 人们发现两人的生日后面都有横杠 这让人感到不安 而乔治王子却没有这样的标记 凯特王妃的安全情况尚未得到确认 而夏洛特公主的生死沉迷 这让人们十分担忧 有传言称凯特王妃遭受了威廉王子的家暴 并受伤 而当时三个孩子也在场 其中有一位据称是夏洛特公主 她据说为了保护母亲而受伤 这一说法在网络上也有流传 如果家暴传闻不属实 那是否会因为夏洛特继承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珠宝和王位继承人的身份 而遭到残忍对待呢 伊丽莎白女王将她的珠宝移赠给夏洛特小公主 暂时由凯特王妃保管 难道有权有势的家族真的会因为贪图夏洛特公主的珠宝而对她下手 还是因为她身份的继承权引发了争端 伊丽莎白女王为了夏洛特甚至修改了王室继承法 将夏洛特排在第三顺位 仅次于父亲威廉王子和哥哥乔治小王子 希望传闻都是假的 据最新消息 凯特或将案员计划在下个月恢复出席公开活动时 向公众透露她的健康状况和康复进度 另外 为弥补此前的P图事故 她会在小儿子路易六周岁生日4月23日时发布新的全家合照 或许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真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